嗨,各位好,我是海基部Cable 這次要替大家拍的影片是 D-Type在 滿載要過河的情況下,如果必須要 砍貨,那我們有哪些事情需要做考量的 那我們例題他是 EverDelight他從上海要開往 巴拉馬,那是上海的裝貨圖 題目有幾個 要素已經給了,就是 上海到巴拉馬,他航程是20天 燃油每天消耗60噸 運河的 比重 是1.02 運河的吃水限制是11.5米 那最小的GM 的Requirement 是0.7米 就是70公分 那我們 呃,有幾個 因素先設定好 就是,我們預設他 水艙空艙是10噸 就是在怎麼打 還是有10噸 油艙空艙是5噸 那我們是不考慮做貨物的移動 比如說,甲板貨往大艙堆 這樣互換的動作是不考慮 就只考慮 要砍哪些貨 那這邊 呃,像一般大附 納刀裝貨圖 會檢查的那些 每,依照被配人檢查 staking weight 或是DG的secration 或是 呃 冷貴的溫度,那些有的沒的 呃,或是視線 呃,或是視線 這邊是,就是一般routine的工作 就不再贅述 主要是著重在 呃,Bus System的 調水以及 貨物的 呃,要怎麼砍 貨,那 有什麼依據這樣子 那我們首先 先把 張圖已經開起來了,那 那,先開 general plan 一般習慣是300% 呃,displacement summary 跟draft summary 那,接著看 把tank arrangement 叫出來 那我們首先看他這張圖 他 因為是要過河的嘛 所以我們 上海出港是一定沒有問題 那 那 dtype好像可以到 設計好像12米5還是12米6吧 所以上海出港沒有問題 沒問題,有問題是要過河的 那段 就是會不會有 超過11米5或是 GM不足0.7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先把 呃,那個情況 調整成巴拿馬到港的時候 那他 水沃特 density是1.002 OK 那燃油消耗他說 是 呃 60噸 乘以20天 所以是消耗1200 那我們現在有 4614 等於是4614 等於是4614 等於是1200 所以應該是 剩下3414 呃 的燃油 在巴拿馬到港的時候 那我看他這邊 由於他 by stem 比較多 所以 預計 預計應該是會用 從後面的燃油開始用 那我這邊先把燃油 調整成 八馬到港 的狀態 3568 這邊還可以 這樣 好 3414 那接著 由於他 水池還 超過很多 那 會先把 Wintank的水 就是 對於 GMG吃水不禮 Wintank的水 都先把他排空 好 好 目前Win10的血都擺空了 那 那 還是差蠻多的喔 那 這個 會從 後面的水艙 可能 7艙的水 就先把它拿掉 因為它 我們看現在 平均吃水差不多了 就是11 還差8公分 那GN 超過2公分 這樣子 那 接下來調整就是 呃 我們要把這幾個底艙的水啊 就是用最少的水 像是外面那張 gen neural arrangement的圖 都會有 像 這樣子的圖 那我們可以看 幾個艙喔 就是 像是 這種艙 是 比較差的 所以一般 是 打到 這條線 就是 這個轉角往上一點點 讓它 free surface movement的 效應減到最低 就是 最典型的 L型艙 那 像 4艙 這個就還好 那 另外一個 欸 好像 這個艙也是 也是打到這個位置 它GN的效益是最好 那像 6艙的話呢 它就不是那麼明顯 它 一般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是滿長的 比較好 那這是一個 判斷的方式喔 那 我們 另外一個判斷方式 也可以從 CASP裡面 這邊看 它 Tangle Arrangement裡面有個 FSM 就是 Free Surface Movement 那 我們可以試著 調整一下 看它 會有什麼變化 像 剛剛是 是第一艙 第五艙 好 我們再調第五艙 看這個 它現在 Free Service Moment 是8 那我們往下調 你會突然看到 它有個GAP 是會突然跳到很大 表示你 這個位置啊 你已經調到這條線往下了 可是它 自由應面的效應 突然變得很大 那當然是 自由應面效應 越是越小越好 所以你要調整到 剛好是超過那個GAP的位置 大概是這個位置 習慣還是用整數 那 補艙 Pole Size是這樣 那Stouble Size也是一樣 380 你每個艙都可以 用這個方式先去看一下 它 拉動一下看 Full Service Moment有什麼變化 我們 我們當時要用最少的水來達到 最大的效益 就是 用最少的水 但是它卻能增加的GN的幅度是最大 等於說是最划算 所以 我們在推薦 好那看他現在吃水已經小於11米5但是聚焰不夠 等於說我們還需要壓一點水進來 因為居然還差太多了 所以說我們這邊還是需要再壓水 那所以說我們這邊還是需要再壓水 那就是看要壓哪個長是會增加GM 但是吃水的增加幅度沒有那麼大 等於說是對於GM是比較划算的 那我們看這邊VCG就是比較加這幾艙的VCG是 相對來說目前檯面上VCG比較小的是6艙 那會考慮先試試看6艙 那我們通常一般是調整是50噸或100噸為單位 那這邊差比較多可能會是直接加到各800 看看是差多少 等於說GM增加了2公分 那平均吃水只增加 平均吃水只剩下1公分 那這看起來蠻划算的 然後這邊因為還是BiStand 所以船頭會稍微壓一點水 然後這邊因為還是BiStand Full Peek主要是用來調Tr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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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看到這邊就是你 可能會去4個幾個位置 那我之前試過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在怎麼試啊 就是一開始出條是50噸50噸在這邊試試看 那到後期可能是你 10噸10噸的4或是20噸10噸的4 看我這邊 10噸 10噸10噸 好我們幾乎調到Even Kill 那11米平均11米52 但是GM還不夠 但是我如果要增加GM的話 那勢必吃水又要增加 那代表什麼 就是你不把一些貨砍掉的話 你勢必打不到GMOK 那吃水又在11米5以內 那我這邊我可能會先把 GM調成0.70公分就是剛好 的情況 好大概是這樣 那我會看他平均吃水還差幾公分 他可能是大約6公分 大約有可能 因為我沒有其他艙沒有再去調整過 就大約是5 可能是5公分或6公分 那我們就算樣6公分還算好 現在TPC是75.6 才6公分 對還有400 那算400 400多噸 那我可能會先去砍個200噸的貨 那我再回來試試看 我們再把它調回 我剛剛是900 那我們看這邊就是 呃 吃水很接近的 但GM還差 等於說我們砍的貨市位要增加GM 那等於 那 砍哪 砍哪些貨會對於GM最有 增加最有力呢 就是你要離 G點 上方的 重量把它拿掉 才會增加GM 那距離越遠 拿掉的 因為力距越長 那效益等於是越好 所以 呃 如果再增加GM的角度來看 是 要拿掉 呃 越上層的貨 會對於 GM會最有力 那我們要 看貨之前會 先去 把 呃 這港 的 裝貨圖先印出來 呃 從 printed general stowage plan 這個打勾 這個 search by each pro 那 再按ok就會把 那首先要先選 啊 先選 裝貨港 就是上海港 那再去選剛剛的 general storage plan 跟search by each pro 再按ok就會把他印出來了 那我們 印出來就是長這樣子 那我們會看說 呃 要動 可以動的貨是哪些 那麼 用 印出來的資本來對 對照來看 看檯面上他 最高的或是 Tier90 那 因為他差 目前差的 居然還蠻多的 那 Tier90 大概 10來顆左右 我們會先把 Tier90的 先把他 都 拿掉 一個是 背58 這 Tier90的 這 這個是 背 46 3顆 那是 背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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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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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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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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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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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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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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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不足但是次數要超過 那你再怎麼調整還是沒辦法的話 那就勢必要繼續砍貨 那砍貨的話當然是 剛剛90都拿掉了嘛 那再往88來考慮 那因為差很接近的 那88的貨還蠻多的 那當然是砍貨的話 當然是趕刻數越少越好 所以會考慮的是 拿掉貨物最重的貨櫃 像這個 88的 這個23噸 4 50 沒有 46 5 10 12 12 13 18.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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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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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如果你試到還是不行的話 那居然還是差一點 那一樣在這樣反覆的操作 就是看你拿掉可能差一點了 看一下 拿到傳送 拿到上車 你可能只差一點點 這個可以是GPS 好 好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就是你調到後來就是會 剛剛好 你可以 剛剛等於說只有 看 才有三噸的 三噸的差異就影響到 呃 GN跟吃水是不是剛好 等於說是挑到差不多了 那看這邊我拿掉的是15顆 那總共獲重的是33773 那我用的水是6087 那這樣表示 就是 呃 我必須砍的貨是這些 就是 在裝貨之前就要跟朋友說 我這些一定要拿 拿掉不然是 我是沒辦法 到巴阿瑪是沒辦法存在過盒的 那這是第一個Stage 先儲存 好 我們再另存一個是 呃 上海 Deperture 的 那我們確定我巴阿瑪運河是可以過的嗎 那 呃 Storage plan就是這樣子 那但是我們的 但是我們的 Tank 上海出港一定不是這樣子的嗎 所以我們必須先把它調回上海等一下 上海出港的 的 長相 不用 露的 這個 這個 所以我們 上海到港的時候是這樣子 那我們先把 分圈一下 Density T是 1.025 那我們 一般 呃 出港 出港的時候啊 就是習慣 呃 因為 進展行行會有超傳的 呃 超傳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般GM是不會 如果我們 Dtype的面對方GM是0.7 那 習慣我們會把它壓到大約至少1米 甚至1米2 這操船上會比較好操 那另外 注意的注意是 就是我們出港的時候 習慣是even kill 因為視線的問題 這樣 那 等於說你只要 不要超過你的法定吃水就可以了 就是隨便看你怎麼壓 那另外一個 就注意的是 就是我們 D-Hub healing tank是 呃 4UP跟6UP 長 那 因為考慮到 呃 當班 就是方便傳付當班的問題啊 那我們習慣是 比如說4UP左右長 的 的 total水量會等於 其中一個艙的 滿艙的量 這樣他才能夠 擺AUTO 他 呃 他們當班會比較輕鬆 就是他兩個艙的水量加起來 看他滿艙 滿艙是多少 滿艙是多少 滿艙是433 等於說 呃 4UP左右艙兩個水量加起來設計應該是 呃 以4 就是不要超過433 呃 好 那接下來 第三個 Stage是 呃 怎麼判斷 碼頭實際裝上來的貨重 跟 計畫的貨重 是一樣的 會不會有偷重的問題 那班 我們 呃 若是大附 是習慣是 兩個小時 完貨前兩個小時 前 完貨前兩個小時 前起來看 裝載的狀況 那 我們會 先看一下有哪 哪些貨還沒有裝 就 哪些貨還沒有裝 那我們做個假設好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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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假设是这样 假设是这样子啦 就是我高雄出港预计是调成这样子 是不是12米 EventKill 居然是1.29 那我们现在 玩货前两个小时 起来看 我们先判断说有哪些 大概两个小时 顶多六七 两只干的话六七十克吧 那 这边就是做假设 就假设我有一些货还没有装 假设这个都还没有装 我吧 这货还没装 好 假设这样子好了 那我们看 就我们 照大家讲 我们现在吃水大 应该是12米09 那 11米78 再记一下 12米09 11米78 那 那 我们就是要去看实际吃水跟 我们计算的有没有相符吗 但是你在 判断的时候要确认你 第一个你 看 观测实际吃水 的准确度 就你不能叫一个实际吃水去帮你看 你至少要叫船服 就是有经验的人去帮你看 甚至是你自己去看水池 那第二个就是 呃 我们目前船上的 的压舱水量是不是跟我们 Tank Arrangement 这个计划的水量已经是一样的 或者是 还没有压到 这个数量 或是还没有排 就是该打进来的还没打进来 该排回去还没排回去 就是水量是不是一样的 但是要一样的我才能判断 那第三个是你压舱水的gage 是不是准确 那你有些不准确的舱 你要怎么减少误差 第一个就是你在 规划你的 Tank的水量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已经知道它的gage不准确 那当然是尽量 呃 不要使用它 就是 或者是压满 那不要使用它 就是尽量排空嘛 用它的手干净 就不要再 减少用 使用它的机会 那 如果不是压满或排空的舱 那它gage又不准 那就必须请AB去帮你量 所以它现在实际的水位是多少 那在确定这几件事情之后呢 那 我们 就去看实际 实际的水池 那如果 呃 它给的资料还要重 就是有偷重的问题 那有偷重问题 那有偷重问题 如何解决 那一定是 是必要砍货 那我们假设看到 呃 实际的吃水啊 船手 假设看到是12米15 那船尾看的水池是11米85 那计算下来就是 船头呢 比 我们计算的水池 还要多6公分 那船尾比 计算水池还要多7公分 那我们先 把 巴马到港 那个tank data先叫出来 好像是 这个 所以我们刚 巴马到港的 就是 包含 油水 那一样是density要调整成 巴马运河的density 1.002 好 那我们看 现在 是11米60 那船尾是11米26 刚 船头是多了 6公分 船尾多了7公分 那等于说 我这边 那因为还有一些货还没装上来吧 那 已经装了货有偷重问题 那势必 还没装货也会有偷重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留一点余裕 去给他偷 那 船头多6公分 就是可能 呃 一般是船 剩两个小时的话 是船头船尾 各 各留2公分 让他偷 所以说我船头 的修正必须 是8公分 船尾是 9公分 船头是6加2.8 那船尾是7加2.9 比如说我这边 呃 船头是 11米60 那再 减掉8公分 等于 11米52 11米52 那船尾是 11米26 减掉9公分 等于 11米117 所以我这边 必须要调整成 11米52 船头 那船尾必须 调整成 11米17 那一样 GM必须要 符合要求 呃 修正一下好了 那就是 我们刚刚观察到 船 呃 实际失水 船头 差了6公分 船尾也差了7公分 所以我们修正量分别是 8与9 那我们应该是先把 呃 刚刚巴马 道港算的那张图 包含Tank Data 都叫出来 那我们这边 等于说 呃 11米5 的话 我们必须 考虑到头重的问题 要减掉8公分 我们只能装到 船头只能装到 11米42 那船尾只能装到 11米41 那一样是要去 砍他的货 那砍完之后 一样GM必须要符合要求 这等于GM还是至少0.7 但是你船头 必须秀出来是11米42 船尾必须是11米41 那你砍的货 因为他 还没装的货就是那些 你 势必要从他还没装那些货去砍 会比较恰当 因为你总不能再把 呃 已经装好了再把它拉掉 但是对于成本的方面考量是最相当不划算 那砍的流程就是跟刚 呃 介绍巴马到港 做这张图的方式一样 做这张图的方式一样 呃 去 砍一些货 那来看 水池 差多少 那再调整一水 就是你在那边一直微调到 你达到 有那个 船头11米42 船尾11米41的要求 那这部分就不再追溯了 就是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那 如果 砍完之后就是把 还没装 就是你打算砍的那些货跟planet说 就是那些货就不要撞了 要不然这样会有安全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就是 就整个流程就告一段落 那我这边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